韓國瑜LOGO看得讓人眼花撩亂 像高雄新絕江有韓市長真人大頭 拿著高麗菜跟柴犬 類似概念也出現在韓粉自己印製的紅包袋上 北部也有韓流基地 做韓市長跟土帽子結合的人形立牌 不過現在要沾光 可不是只畫上凸子就可以 交易局韓轉的公文 著名市府有關市長的肖像 請依韓送圖案建黨職用 並附上原土黨 也就是小編設計的 賣菜籃跟柴犬咪嚕 結果就有人覺得 是被規定只能用市長LOGO 質疑是不是在造神 我們絕對不會這樣做事情 其實老百姓很討厭搞什麼個人崇拜的 我也不來這一套 韓國瑜親自澄清決不來這一套 而新聞局也解釋 曾未強制要求各機關使用 但如果公務機關有需求 無償提供統一規格 也希望避免出現良幼不齊的市長肖像 破壞美觀 如果說我的LOGO出去 可以讓我們的成本下降 那高雄市的行銷能夠更好的化 那如果高雄市民又能接受的話 我很願意我的LOGO當然能夠 盡可能來發揮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我絕對不會搞什麼個人崇拜 多弄一個我的LOGO 弄一個人形立牌 那是不可能的 這不是我韓國瑜的作風 韓流威力驚人 所以市面上的賣菜籃LOGO 版本不一 就怕市民混淆 所以市府希望統一正版圖樣 最近也註冊商標 而韓國瑜也說 幫助高雄市行銷才是他的本意 卻被誤解為是在造神 反觀前朝也都在用花媽LOGO 恐怕也讓韓市長本人覺得很無奈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